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是完全在腹腔内进行 通常我们按照胆囊切除 建立气扶和建立操作通道 就是完全在腹腔镜下 在腹腔内将结石取出 利用阴镜或者软镜 通常是印镜 下面将结石 用网栏取出过后 再通过孔道 取出腹腔外 另外呢 就是建立通道过后 在胆囊底部的部位做小切口 大约一到两公分 将胆囊底部拉出腹壁外进行 其实也需要在阴镜或者软镜下进行 两种手术方式 它主要是缝合的时候的难易程度 在完全在腹腔内进行 我们也可以进行缝合 但是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